主播新時代台中大未來 歡迎觀眾朋友繼續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剛剛上一段節目當中 社會局長跟我們提到有關於拖一條龍 拖勞一條龍的721相關推行的政策 不過其實在台中比較 被受推崇的其實還是剛剛局長提到 拖一條龍的部分 是請局長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拖一條龍現在目前執行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OK 跟主持人也跟我們市民朋友做一個報告 拖一條龍是林家龍市長上任之後 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麼這一個政策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本來台中已經有0到2 這一個評價保母 另外也有6歲免學費 市長他就是說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打通 就是把中間的 接起來 就是三四五三個年齡組 全部都把它打通 那麼只要有你涉及在我們台中 有送托到我們社會局或教育局認證的 保母拖英中心跟幼兒園 那麼我們都會給予2500到3000不等的 這一個補助 這在全國也算是首創 算是非常進步的一個政策 也跟各位報告 台北在這個前天剛宣布 他就是要學台中 就是 這好的政策大家學是很好的啦 對 那當然我們現在目前 市長他也在跟 我們現在目前也跟衛福部這邊加緊在這一個聯繫 那麼希望就是說這一個台中非常成功的政策 能夠變成我們小英總統 還有我們新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 因為確實在出生率真的是普遍偏低啦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雖然有成長 但是老實說 這一個我們的出生率 在全世界我們只有1.13 在全世界還是非常非常 還是很低的 還是算低就對了 那但是我們在台中 我們從去年 這一個拖育條龍正式上路之後 我想有一些成果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首先第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保母的人數 從原先是2500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增加到3700 3700人 這是保母人數 第二個 拖育中心的數目從71家 到目前為止是101家 那另外呢 我們的整個這一個幼兒園 來就讀的這一個幼童 從去年是34000 今年已經成長到48000 所以增加了14000 我現在舉一個最簡單的數據 你在台中 你如果送到我們那個 那個保母或拖育中心 我們是有價格管制的 就是13000 13000或14000 OK然後另外一方面我們到0到2 中央那邊有3000塊的補助 我們台中在加碼3000塊 所以你等於6000嘛 然後你這邊 我們價格管制是13000 所以家長你只要付7000塊 你就可以把你的小朋友送托 你知道在台北要多少 你知道嗎 台北是要2萬 台北2萬塊 然後中央雖然有3000塊 可是在加上你剛才說那2千塊 你就算6000好不好 你還是要付14000耶 這樣很多媽媽會想說那我乾脆自己帶啊 她就常常就家裡蹲的嘛 可是我們也有一個研究顯示 媽媽如果在產後待在家裡超過一年兩個月的話 她未來要重返職場 那個可能性就變得 機率就變得很低 因為你想想看你跟 你跟這個職場 已經有脫節一段時間了 對 而且人家那個工作也不一定等著你 是啊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是說 我們現在等於用這個 用這一個 我們這一個整個脫育條龍 一方面創造了保姆 的工作機會 那一個保姆可以收拖兩個小朋友 所以換句話說有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兩個媽媽可以出去工作 那一個保姆 因為一萬三所以乘以二是兩萬六嘛 一個媽媽我們做過那個統計 大概一個媽媽大概在台中平均是三萬 所以你中間兩萬六加三萬加三萬 八萬六的GDP就被你創造出來了 三個就業機會 所以只要我們市府這邊 就是我們只是投注了六千塊 創造了八萬六的產值 三個就業機會 你看看這樣才不會合 所以就業會合 所以市長我們現在目前這個政策 基本上我們這個政策叫社會投資 我們把社會福利把它當成不僅只是給錢 對 我們把它當成事實上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我知道說像我身邊很多朋友 他可能他自己本身就生小孩 那他就乾脆去考這個保姆證照 然後就是還幫別人顧小孩也顧自己的小孩 沒錯啊 也算是一種收入 當然 對啊 我覺得這很不錯的一個想法 對啊 沒錯 我們要變成經濟 有很多方式 你要除了調薪之外 你想想看一個家庭 如果先生出去工作 太太他能夠經過一個訓練之後 他也能夠成為一個保姆 對 一個保姆一國也是要兩萬六的 那個薪水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保姆 沒錯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剛剛也跟主持人談到 就是說我們短時間之內如果不能加薪的話 起碼我們政府能夠透過這些 這些照顧 托育 托勞的方式 你像在台中 我們等於這個 你等於三千塊 我就等於你就等於賺了三千塊 沒錯 如果未來我的長照 我能夠譬如說你一國的要三萬塊 我能夠提供一國兩萬塊 那個照顧 那你就等於這個家庭 他就等於賺一萬塊 實質上就是加薪 而且用這種方式 我們的這一個 你要脫嬰 你要脫兒 你這個需要那個照顧服務員 你這個需要這一個保姆 那你需要脫勞 你也需要照顧服務員 這又創造了就業機會出來 所以林佳龍市長 他一直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在規劃社會福利 最重要的 不是純粹簡單發錢 對 他要有一塊錢發揮五塊 甚至十塊的這一個效果 用最少的錢服務最多的人 是 可是 局長剛剛提到這麼多政策 再多的政策除了有金錢的支持之外 這人力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是 沒錯 目前我們台中的社工 一開始節目有提到 並不是六度之冠 是啊 沒錯 那等於說社工人力其實負擔很大 我們要如何因應呢 是 我們去年 我們的社會福利考評 我們是拿全國第一 對 那其實 這個 一方面是我們台中 我剛剛報告就是說 我們一個非常旺盛的 這一個社團 民間活力 另外一方面 老師說我也必須要說 我們社會局的同仁 真的是非常非常 大家都很認真 盡盡盡盡盡盡 那 但是 你更怎麼認真 這個能力還是有限 對 那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有很多事實上是 來從事這些工作 很多事實上是我們的社會工作 社工師 社工的同仁 那麼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數據的報告 在香港 平均一個社工是1比1260 1200 它服務的是1260位 那麼在 我們台中 我們是 是三萬七 三萬七 一比三萬七 一比三萬七 等於就是說我們一個在台中的社工 是 負荷量是香港的三倍 那 桃園呢 桃園是 桃園是2萬5 台北是2萬2 台北是2萬2 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社工同仁 他的burden 他的整個工作的負擔是 香港的三倍 台北的兩倍 那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嚴重不足 對啊 那也跟各位報告就是我們全台中 我們 就我們社會局自己本身呢 大概有兩百 大概兩百位的社工同仁 那全台中呢 我們大概有1200 那我們現在目前 大家就是人力 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吃緊 前段時間當然有這一個議員的指教 那我想這裡面 其實議員也非常非常關心 我們的這一個社會福利的推展 推展 我想有兩個必須要來澄清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就以議員他所說的這個案例 其實最重要是安置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馬上就有去做 去了解 我簡單來說就是說 這個15歲這位新少年 他確實他有 確實就有一些家庭上的一些問題 可是我們評估 社工評估完之後 其實他現在目前的生活 自己能力其實是OK的 而且當然後來我們也跟媽媽 也跟他聯繫 後來我們現在目前 其實就已經幫這個媽媽 還有這小朋友 他們在北區 就已經另外租屋了 另外租屋啦 但是現在目前就是說 我想整個議員跟 議員他可能有誤解就是說 你不是說一個傷風感冒 馬上你在住家 就是說這裡面其實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很多很多的選項 有分啊高風險啊 風險程度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理論上我們有遇到這個問題 第一優先還是最好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 青少年最好還是安置 最好還是在他原生家庭 因為說的是家庭還是最好的 沒錯 當然就是說這家庭 如果有些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考慮 譬如他的祖父母 或說他的這個龐系血親 親戚朋友 那如果再不行的話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安置家庭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些 訂一些契約 有一些非常有愛心的安置家庭 他來進行安置 真的非常緊急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安置到安置機構去 所以就是說 這裡面其實是一個光譜 有很多很多選項 那我想這是第一個要澄清 第二個 我們在整個這個處置上面 為了要求品質 其實社工同仁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盡心盡力 但是我剛剛還是要說就是說 其實這一次事情 也凸顯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社工人力 真的是嚴重不足 對 就我剛剛說就是說我們必須 我們的負荷 案件的負荷量 是香港的三倍 太龐大 台北的兩倍 那你這個又要 又要照顧品質 又要 又要 面面俱到 這個我想確實是有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 也在積極的爭取 我們的社工人力 的這一個 的這個擴張 那也跟所有市民朋友 做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 在台中 我們總共有9處 的這一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麼也在市長的這一個 支持之下 我們今年呢 預計要擴充為14個 就是說 我們希望有越來越多 的這一個點 然後來提供 給我們市民朋友 在整個家庭福利方面 最好的 在這一個服務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議員 應該是他也比較急啦 對 那他可能也是 過度關心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誤會 可是要有議員獨處 我們才會有進步的空間 沒錯 所以也是藉由這樣的事件 畢竟已經圓滿解決了 我們才可以察覺到 我們的不足 然後才知道說 該朝什麼方向去努力 沒錯沒錯 所以說這樣子 如此一來我們有 議會的監督 有我們市政府的努力 那最後受惠的 還是我們大台中市民 沒錯沒錯 今天很感謝局長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聊台中市的 脫一條龍 脫勞一條龍 等相關規劃 謝謝局長 非常感謝主持人 也非常感謝我們大屯 有線電視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也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彩虹大未來 感謝你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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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